那首先還是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的案例 那總共今天大概有 本土的案例有8例 那境外移入有65例 那落地採檢有31例 那居家檢疫採檢有 34例 那居家檢疫採檢的其中有一位 20028 我們現在先戰略在境外 那這個有點這個整個染疫的一個情況 還是需要再進一步的調查 這位是1月18號 從他入境 然後到了1月31號檢驗期滿 那因為他是7加7的方案 所以在第7天 有檢驗一次是陰性 第14天有到31號再檢驗一次也是陰性 然後一直到28號 那他因為要再出國 所以再採是陽性 那CT值是29 那中間呢 他在2月9號 檢疫期滿 自主健康管理期滿以後 也有再去打一劑的BNT 那整體的時序看起來時間 不管是在 境外染疫的 或者是在 在這個檢疫期間在旅設的時候染疫 那到現在就檢疫期滿的時候在染疫 這些其實時間都有一些長 時間都有一些長 所以現在是戰略境外 不過相關的疫調仍然需要去進行 那至於本土的案例有8例 那 居隔陰轉陽的有6例